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賈斯伯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那本期影片呢 我想來講一家公司 叫做Oatly O-A-T-L-Y 他是專門做 夜賣 夜賣這種健康食品的銷售 那因為我本人也 怎麼講 也蠻喜歡吃夜賣這種東西 因為畢竟呢 也注重健康嘛 所以也沒辦法說 像年輕的時候 喝酒啊 或是說大魚大肉啊 總是想說 要找一些健康的食品 所以說 夜賣來的話 基本上我自己也在使用 那 因為呢 這幾天大暴跌 所以我想來帶大家快速看一下 這怎麼一回事 那同時還有他的技術線圖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各位請看一下 左手邊就是我整理的一些重點 如果說今天你也是一個 夜賣食品愛好者的話 我覺得不妨你也可以好好地來關注一下這隻 他股票代碼是OTLY 在美股 成立於1994年 所以說已經20幾年了 總部位在瑞典 那公司主要以生產 夜賣為成分的這些乳製品啊 夜賣奶 夜賣片啊 點心啊 飲品啊 拿鐵啊 這些也有的沒的 那再來 那因為 這個Otly啊 他的Q3營收不如預期 所以說大跌 這幾天大跌的蠻多的 那 這個大家稱作是全球 夜賣第一股的Otly 目前呢 他的股價是創了一個新低 新低 那第三點 目前的CEO表示 因為由於啊 市場對夜賣來的需求呢 激增啊 遠超過現階段的一個產能 所以他面臨的全球 供應短缺的危機 目前呢只能夠完成70%的銷售訂單 正在努力擴大才能以追上激增的需求 關於這一點呢 我個人覺得 參考就好 不一定要全部的相信 也倒不是說我有什麼樣特殊的情報啦 只是說因為在去年的時候呢 那個Peloton啊 P-E-T-O-N啊 當時他們的老闆啊 CEO也是說 因為他們的工廠爆單啊 而且未來3到5年前景看好 可是現在的Peloton啊 股價卻一切千里哦 跌了七成左右 所以我想 關於這個 我們也不是第一天出社會了 所以我想這個就參考一下 那第四個呢 由於這個新冠疫苗 新冠的疫情 對不起 反覆哦 所以供應鏈出現了一些危機 產能不足 那下面呢 燕麥奶的原材料 這個不斷上漲 這個我就同意哦 各位你有沒有發現哦 最近呢我們身邊的一些 比如說吃的啊 用的啊 有沒有發現在悄悄的在漲價 尤其是油價哦 去年哦 還付油價 結果今年哦 那個油價哦 一直屢創新高哦 所以他說這個燕麥奶的原材料不斷上漲 這個我非常非常同意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太太也是在一家公司去做一個服務啊 也是一個高級主管 那麼他們公司在採購一些原材料的時候呢 機器方面啊 也是平均上漲的 百分之10到百分之15哦 很恐怖哦 今年以來哦 業賣的漲幅啊 已經高達 100% 那10月底呢 業賣的價格說是729 結果進入11月份之後創下779 所以你看哦 才一兩月哦 就等於是漲了10% 那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所以說真的哦 這個成本高漲 我是 這個我同意 非常非常同意 那最後呢 應對產能不足的情況 歐特里表示將提高美國 以及歐洲的工廠 那包含 這個德州啊 美國啊 什麼產地啊 這個看看就好了 因為畢竟的計畫 跟真正投產哦 還有一段時間距離哦 那右邊的有兩個圖 就給大家看一下哦 這是他們 所賣的一些包裝啊 一些設計啊 說不定哦 鏡頭前的各位哦 你們自己也 曾經在超市啊 或者說便利商店 有看過相關的這類產品 這張圖哦 就是歐特里的線圖哦 那他當時上市的時候呢 是二十幾塊錢 衝到二十九 然後後來呢 就一卸千里哦 一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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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幾天哦 有一個超大的跌破缺口哦 然後跌到四塊下哦 所以各位可以看哦 他這樣等於是從半年來 差不多半年哦 二十九塊跌到九塊錢哦 等於是跌掉近七十百元哦 所以各位哦 我個人覺得啦 機會是跌出來的 可是呢 機會跌出來哦 也是要看 這是一個好公司 還是一個壞公司 如果說今天 是一個中小型的公司的話 有可能他跌跌跌就跌到下市去 但如果說今天 在該行業的領域啊 是數一數二龍頭的話 那或許啊 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所以我想 如果說 哎各位你有興趣的話 也不妨哦 這個可以 增加到你的口袋名單 然後呢 實時來關注一下 好 今天的影片哦 就到這邊 那關於這業賣奶呢 我個人認為啦 很多先進的國家地區啊 應該有點年紀啊 當然年輕人 還不一定能夠接受 但是有點年紀哦 很可能 哎 就會 去注重這個養生 所以業賣奶 我個人覺得在 先進國家的話 應該是 會越來越受歡迎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在 低端的國家 或者說 中間 在發展的一些國家 可能 就不一定能夠去接受啦 因為 我自己本身哦 也是在海外工作過 非常非常多年啊 那我所知道的一些 貧窮的國家哦 哈哈 他們哦 能夠吃BBQ哦 就不可能去考慮業賣哦 哈哈 對啊 然後有多辣 有多鹹哦 嘿 那個是 一般我們先進國家 好像是比較沒辦法想像啦 嘿 那當然這個也是參考啦 但是如果說長期來看的話 我想 如果業賣 在 大家的心目中 可以有更健康的一個形象的話 或許接納的人群哦 也越來越多也說不定哦 所以 這個長線來講的話 我覺得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賽道 那大家也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支持你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